一杯香醇的咖啡 唤起许多民众一天的开始 为帮助友邦瓜地马拉小农 并回馈当地偏乡 台糖以平价的精品 香醇的工艺 推出台糖高地小农安提瓜咖啡 让咖啡不止飘香 更能跨海宋爱 瓜地马拉的咖啡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质 那么除了它独有的这个围气候以外 这个高地 另外最特别要跟各位报道的就是 我们台糖为什么会进口瓜地马拉的咖啡 第一个在安提瓜的部分 它是瓜口的八大产区之一 那么也是我们台糖进口 非常难得的就是具有雨林的认证 那么台糖进口的这个瓜地马拉的安提瓜咖啡 也是属于单一产区 也不是像一般我们市面上 有一些是混沌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特点 台糖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国营事业 那么富有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对于中美洲瓜地马拉这个邦交国 我们非常非常的关心 除了说台糖进一级之力 进口这个砂糖以外 在咖啡豆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瓜地马拉的咖啡豆在台湾的这个来源果里面 它是第五大 那我们台糖从去年开始进口这个瓜地马拉高地小农 那么总共有六十一位的这个小农 我们就是从安提瓜来进口 那么这个部分台糖 基于这个社会公益 我们会从收益里面 会提拨一部分来帮助瓜地马拉 在偏乡地方兴建学校 也就是说台糖希望能够 除了我们砂糖以外 在咖啡的进口 也能够帮助瓜地马拉偏乡的学校 让这个我们瓜国的经济 在这个入市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在小孩子上学也好 我们台糖都能够尽一级之力 请启动 瓜地马拉大使巴迪亚 以及经济部政务次长曾文生 外交部常务次长陈立国等贵宾 都出席上市记者会 并大力推荐安提瓜咖啡 希望集结各界力量 堆砌友邦小农与小朋友的无限未来 台湾有非常多坚定的友邦 事实上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对台湾有非常多强烈的支持 那友谊是互相的 友谊是互相的 台湾一年的咖啡的消费量 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在这个惊人的消费量里面 我们能够有效地展现出 我们的友谊 甚至以台湾这样子 国营公司的身份 在瓜里马拉能够捐助一部分的营收 来新建小学 事实上这个是我们台湾人 对于我们的朋友 一个最好的友善的表现 那除了台湾公司今天会把这个产品上市以外 其实在座各位我相信很多人已经都喝过这个咖啡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个大家如果曾经在高铁上喝过咖啡的话 请大家记得每个月1号到7号 台湾高铁上面提供的咖啡 就是瓜里马拉的安提瓜咖啡 记得可以跟台湾直接买 接下来同路里面你都会看到那一个包装 那个就是台湾要新上市的咖啡 我也喝过瓜里马拉咖啡 我去过安提瓜三次 所以跟各位挂保证 外交部特别在这个场合 包括我们的杨董本身 我们曾市长本身 巴迪亚大使三位一体 来跟各位认证 这个雨泥认证以外 还加上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 还加上我们各位曾经尝试过 喝过瓜里马拉安提瓜 这样一个高地小冬咖啡的朋友们 都可以一起参加 我们今天这样的活动来认证说 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因为对我们友邦 超过90年邦誼的瓜里马拉 他们即将在1月 其实14号就要有他们的 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所以我们的确在这个场合 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双方 超过90年的邦誼 的确别具意义 由于瓜里马拉拥有肥沃火山灰土壤 农场位在高海拔纯净无污染 适合栽种咖啡树 其中安提瓜咖啡豆带有甜美果香 与奶油坚果香气 风味大受好评 海拔越高温差越大 甜度越高就好像水蜜桃一样 所以我们的豆是非常的甜的 那甜的豆跟一般的豆有什么不一样 甜的豆可以做到浅焙 浅焙会回甘 有一点带酸 各位我们如果说用浅焙的话 有很多人不敢喝酸的 所以我们用中焙来做 所做出来的就是各位喝到的味道 高铁的部分是深一点点 用到成本的考量 但是所喝的都是同一个 高地小农精品咖啡 而且是偏香的 我们需要帮助他的 我们并没有透过任何的协会 任何的经销商 盘商 贸易商 这一些来做分润掉了以后才拿到豆 我们是直接跟小农接洽 我们的国际贸易组直接接洽 台糖安提瓜咖啡 在台糖各营业据点 及各大量饭超市 都可以买到精品及绿瓜咖啡 及半磅豆咖啡 民众在品尝香醇咖啡 还能将爱心散播到友邦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